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現在踏入了7月 嚴嚴夏日 已經進入了Vancouver這邊 可以說是全年最熱的時節 7、8月 不用穿長袖衣服 可以穿短衣服 裙子可以漏洞 沒那麼冷 這個天氣很舒服 Vancouver這邊 比起我以前來香港 這邊熱得來 但濕度又不高 很乾爽 不會說我鼻子經常出汗 吃了汗 現在就沒有了 聽聞香港已經很熱 前來還有8號風球的侵襲 希望大家一切安好 沒有財物損失 人都沒事平安就最好了 我們今天來到溫哥華大溫地區Richmond 跟大家分享一個之前未有機會在Youtube上分享的社區 我打算吃頭髮 在河邊很風 這個社區一直都想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覺得在Richmond是其中一個最好的 而且是condo的生活區 它好在什麼呢 樓盤質素 硬一點再說 其實是它的生活環境 如果大家記得我們之前拍很多Richmond的影片 都不是這樣的形象 很方便 然後在Skytrain旁邊有大馬路 然後旁邊有超級市場吃東西 就會是比較忙碌的 但好像我們現在來的這個位置 基本上是可以說是Richmond的 比較靠西邊 我們的地位在哪裡呢 這裏是河 這河前面對著那裏就是機場 這兩條橋後面的分別是Gilbert橋 我的前面另一個方向就是No.2樓的橋 其實這個屋苑27英博的土地 基本上是這兩條橋的夾住 以及這條橋的過多一點 整個社區都是ASPAC的開發 它就簡稱River Green 說起River Green 可能大家都比較知道這個地區 它分了幾期 第一期就是最遠近2號路那邊 已經建了差不多10年左右 然後中間就夾了一個東澳的場館 現在看到很多小朋友已經在這裡放學 我們剛剛參加了一些運動 很開心 然後中間還有一個沙灘排球 這條路就很多人踩單車 散步 然後外面就對著河 河前面那裏還有一個Rolling Club 平時有時還會看到有人爬獨木舟 所以整個社區的感覺是非常舒適 我前陣子有機會過來這裡 跟太陽看樓 我覺得真的挺漂亮 不怕都很可惜 要跟大家介紹多些溫哥華不同的生活圈 有些朋友為方便 一定要在Skytrain樓上 你3號有很多樓盤選擇 但有些時候如果說住遠多一點點 雖然不是在Skytrain旁邊 但也有巴士搭 可能也有Shuttle 但其實住在這邊西邊 對著河 下街就有這些walkway 可以在草地附近走 想要這些生活安靜一點的話 可以考慮一下這個社區 亦是一個發展相對成熟 周邊環境比較優雅的地方 我們今天 首先 剛剛我們今天 應該會一連兩條片 跟大家介紹不同的東西 剛剛大概走這邊是怎樣 對著河境 我們會去售樓署 跟大家看看整個項目是怎樣 同時也會跟大家看看 剛剛說了一期在那邊 前面就是二期 近我這些淺綠色玻璃就是二期 大概是一百年份左右 那時候建好幾座樓 二期我們會有一個特色單位 是二手樓跟大家分享一下 是有河境 我們可以感受一下 如果我們就算在Richmond 都可以住也有河境的單位 另外再前一點就是最新一期 就是今年現在是收樓的三座 Carrier也有一個單位 剛剛是收樓後放租的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想過來 未買得住 租住先的朋友才感受一下 都有選擇 我們現在先去售樓署看看 進來售樓署 跟大家介紹一下 到底Rivergreen在哪裡 大家不太熟悉 這是大溫哥華的地圖 溫西在這邊 丹坦在這裡 這裡是Richmond Holybridge或整個Rivergreen的項目 就是這個地圖 屬於整個Richmond比較西邊的地圖 剛剛我們在外面走的河 就是這裡 對面的島式已經是機場 如果大家住在Holybridge的話 10分鐘左右的Driving Distance 其實你已經可以去到 例如Richmond Center Lansdown Mall 三號路在這裡 然後也可以去到 Vancrover的機場等等 如果你不想開車 或者不開車的朋友 即使你Walking Distance 都可以去喝喝吃吃 這是Rivergreen不同的期數 我們今天主要看的是第二期和第三期 這兩期的話 其實你走過去幾分鐘 10分鐘內已經有巴士 可以搭去Richmond Center 如果你要去買菜的話 技術上三五分鐘 已經可以走到大統華 旁邊有福滿樓 高帕餐廳等等 中餐都有些西餐 走遠一點 這邊的大住宅下面 都有些飲茶一方 除非吃台灣的和上海的 所以其實吃飯、買食 也不用擔心 Rivergreen會不會位置偏了 其實它雖然不是在SkyTrain 上 但也很方便 而且屋苑有兩間Model Y Shuttle 可以定時接送大家去 某幾個比較方便的地方 Peritchmond Center、Lansdown、機場等等 我們說一說 我們很快 其實剛好在外面 其實我們剛剛在哪裡 這個就是售樓柱 這條樓梯是我們剛剛在外面走的其中一節 我想我們只是走這段仔 但其實這條樓梯是一直可以駁到前面 Riffen Ring 1 大家看到這些白色的就是未來的項目 未知何時開賣的 這些已經落成了 這堆四五座樓基本上是2013年 全部都2013年已經交了樓 現在人們已經住在裡面 甚至可能已經逆過手 然後這就是剛剛我們看到很多小朋友聚集 有沙漢排球賽的運動場 然後這裏就是Riffen Green 2 這堆樓大概都是100年左右前後交樓 現在Holy Bridge可以說是Riffen Green 或者是整個社區最新喜好的屋苑 總共有三座 這三座都陸續由今年的年頭開始慢慢交樓 到現在都交緊 Carrie其中有一個客人就是準備交樓 就是有一個單位放租也很帥氣的 就是有河景看 就從這邊這樣看出來 等一下和大家上去看 另外發展商本身自己也還有一些 保持著的帥氣的特色單位 由小小小的兩房加盯 百多萬 百五萬左右 到大約二百多萬 三百多萬的 河景大單位都有 然後我們今次這兩條影片 就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剛才提到的一些單位 希望可以幫大家找到一個舒適的生活環境 尤其是downsize 或者騷擾大condo的朋友 如果大家要求小小的 低色 小小的 七百多呎兩房 這個項目暫時未必有 我們要看其他項目 我們今次會專注於大單位豪宅盤 說回發展商 其實大家看得挺熟悉的 因為它發展商是有香港背景的 它的項目在這邊就是expect expect developments 其實它在香港那邊都建了很多東西 另外在溫哥華這邊 Grifford Green其實是其中一個項目 另外在Cold Harbour那邊也有Harbour Green 亦都是沿著Downtown的河景 亦都是一個很漂亮的項目 當然都賣光了 收樓 可能逆了幾手 好 我們剛才看了一個小模特兒 我們上去樓上看看大模特兒 這個銷售中那麼大有甚麼 甚麼 它的銷售中那麼大有甚麼 它的銷售中那麼大 除了彰顯了發展商的勢力 即是它的錢財 那些叫甚麼 Financial Power 可以起到一個超大的售樓署 有這個宏觀大圖 因為它始終有這麼多項目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整塊地 它現在都是發展了一半 因為發展了一半 中間還有這麼多白色的 都未起出來 都未開始賣 所以它這個售樓署有很長時間 我們就跟大家看看這個大模特兒 了解一下我們待會會去看的單位 還有還有甚麼特色單位 這個就放大了Holly Bridge的三座樓 現在正在交樓 今年落成三座樓的更大 旁邊就是River Green 2 再遠一點就是東奧 我們現在的售樓署 整個區域都可以經過這條單車徑通過 中間都有很多綠化公園 在這三座 他們的設計是兩座打開 所以令到中間的單位 都會有些景可以看到出來 中間的區域會有這些Water Features 還有一個中間的小公園 有很多綠化休憩的地方 然後前面有兩個屋頂 其實就是這三座一起分享 一個好像Clubhouse 這樣的設定 其實Clubhouse是很多範圍的 那裡主要的就是一個比較大的 Olympic Size的游泳池室內 但有落地玻璃和很高的樓底 看出來的感覺其實很舒適 你會看到遠方的景 和近一點的懸淋景 我們今天會和大家提供的 其實有幾個單位 這個樓盤大家看到 基本上已經起得七七八八 所以發展商也是把最後它充滿的 比較有特色的單位拿出來 所以今天和大家說的都會是大單位為主 首先會有這個301 就是這個單位 這個 你會看到它有兩個露台 然後這邊就是向西 這邊是向北的 這邊這樣看出來 這裡已經是河景了 所以這個是完全是河景單位 而且它的特色在於它有四間房 現在新的樓花類別 都很難找到有四間房的單位 很多時候樓盤可能是整座樓 三房都已經是小量 何況是四房 它這個就是二千呎的四房單位 可以和大家看看跡 我們稍後會去實地看看 你看到它兩個露台 這邊輕出來的露台 它大概是這樣 所以你的客廳 飯廳 包括這邊進去的這幾個玻璃 看出來其實就是一些圓林景 然後就是河景 然後就是河景 然後包括主人房 也是 主人房在這邊 看出來都是河景單位 另外那三間房 就是廳的另一邊 即是這裡 這一邊 即是這裡 都是屬於那個單位 因為它是兩個露台 這邊的露台 只是去到客飯廳 後面的露台 才是另外三間房 所以這些露台 看出來都是河景 所以這個單位 它是現在說的 發展商的價錢是380萬左右 未計優惠 價錢也挺驚人 不是一個很便宜的產品 但是看來它的尺寸 以及它看來的景觀 它都有它的貴的原因 Anyway 這個是最大的特色單位 有一個是便宜一點的 300萬左右 今天就未必和大家去看看 因為這麼多單位 看不完 就是這一座的四樓單位 就是這個樓層 就是這個樓層 它的尺寸都很大 1825尺 但是三房加釘 你會看到它也是客飯廳位 就是有河景的 它是這一邊四樓的單位 一樣客飯廳主人房 都可以看到這個河景 另外那兩間房都會有河景 它的話就會去到300萬 剛剛好300萬 相信幫大家拿好優惠 可能可以300萬樓下 還有一個 如果大家說 其實我很喜歡Rivergreen 覺得生活區 整個範圍很適合我 但真的不需要這麼大的單位 有沒有一些經濟實惠 少少兩房 都讓我可以看到河景 又可以住在這裡 五樓的這個單位 是140萬左右 它是一千尺兩房加釘的單位 就是這樣看出來 它有一個特大的露台 然後主人房和客廳都是向這邊 這邊是東面 其實這邊是開放的 現在這邊是沒有樓 也是公園 以及Gilbert的橋樓的路 所以這裡也是有河景看的 現在來到實地體的特色單位 總室內面積是2065呎 然後是一個大平層 不需要走樓梯 坐升降機可以上來 它的特色單位的特色 就是它有全方位的河景 基本上是由飯廳、客廳、廚房 到待會的所有房都會看到河景 不是一個卡拉景 其實我們的樓層不是很高 我們是三樓 反而三樓 你會看到半間屋 看出去都是河景 對面有樹 然後遠一點有山景 方向的話 這邊是北邊 所以我們有後面的山景做backdrop 這邊不是西 這邊是西邊 整個河都是這樣流過來 我們也看到兩條橋 Gilbert和2號路 這個單位是2000呎 分了四間房間 再加一個Bang 然後再加上客飯廳 是很分明的 廚房很大 待會大家慢慢看廚房的整個材料 設計各方面 這邊已經是一個很大的Living room 你可以放到House size的沙發 或者是按摩椅 全部可以放到 然後這邊有飯廳 最後就是廚房 其中還有一個特色 這個廚房有一個小小的中廚 當然不是獨立屋 不是幾千尺 就做不到一個全大小的中廚 但大家可以看到外面 這裡是吸收廚房 裡面還有一個熱爐 而且中廚 其實是有窗 可以通風和採光的 我們不如由這個中廚開始看 因為condo裡面有中廚 沒有 真的很少很少 至少Carrie之前拍過這麼多片 都沒有一個condo有中廚 Holy Bridge這裡全部的電器都是MILA 包括這個抽油煙機 還有五個gas爐頭 兩邊都有少少空位 不是很多 都可以放東西 這個大玻璃窗 即是煮煮飯煮得很累 不用煮的時候 都可以看看可景 真的挺棒 然後對面有多個Sync 你真的有些東西髒 不用每次都會開 因為這裡有一個門 按一個按鈕 你平時關門煮的時候 都不會 真的很棒 關門煮飯也不會自閉 因為有一個窗 如果真的有髒 要洗手後面也有一個小的Sync 可以洗手 然後下面也是儲物空間 連這個小的洗手盤下面 也有再造垃圾桶空間 OK 然後上面也是儲物空間 這個是小廚房 正式看大廚房 外面是整個廚房的 貼長式 然後再加個中島 這邊還有個微波爐焗爐牆壁 所以你可以當它L shape 再加個大Island 這個Island 本身都可以坐到四個人 然後兩邊是儲物空間 這個單位的配色 是light color scheme 所以主要都是這些 白色的crop 還有下面是很淺綠色的地板 所以再加上它的單位 還有看好多水 今天有多光亮 白色牆 其實感覺上 好像視覺上的效果 會更大 其實剛才和大家看過 積的時候 我沒上到現場 我都沒有想像到這個尺寸 和整個感覺 真是好像獨立屋的感覺 叫做很大 而且带得来很光满,很多彩光,有何景 然后上面全部都是不同的储物空间 里面都放了不同的东西 这个刚刚说了,里面是银子,这个就是引导煮 这个也是七六烟机,所以是两套的主食设备 然后下面这些全部都是储物空间 人们虽然喜欢我开柜,但这个厨房这样开法真的挺累的 然后每一个柜桶打开,只要是柜桶的话 都会看到有LED亮晶 这个也有组织器,让你放叉和筷子 看看这个有没有,这两边都有 冰箱就是这里,这个冰箱30寸 然后下面是两格Fraser,开一格给大家看一下 大概就是这样,小碗碟机放在这边,都是MIRROR的 全屋电器都是MIRROR,刚刚漏了,没说到这里 它有个微波炉,对Carry来说是最好的尺寸 完全不用烤身,清洁用都很方便 烤炉也是一样,基本上不用烤身 很容易就可以用到 下面都是储物空间 厨房看完了,客户刚刚看了 不如出到露台看一看 这个露台很大,而且单位有两个露台 好风 虽然这里看出去,其实是会看到飞机升降 还有你会看到Gilbert,还有二号路 其实噪音是没什么的 尤其是因为下面有些水性 所以我感觉上,我觉得可能有机会 因为听到一些水声近一点 所以车声更加不觉 现在你看出去,有水,那边有河 这里前面有很多原艺发展商做好 刚刚就是这条walking trail 一直到那边都是露台的 这个露台是转过几个弯 是固定固定的 这里应该是主人房 对吧,这个就是主人房 这边主人房都可以由这个门封出来 现在没开,我可以在这里进去 大家看到Bivergreen的特色 就是它的外面的长身都是铺了石面 不是普通的水泥墙 或者是一个panel board 你会感觉上坐在这里会很舒服 好了,我们由主人房下回进来 很多时新的condo 给很多朋友 我之前拍很多不同的影片 或者是带朋友去看楼 的讯息都是,房子越来越小 以前那些大尺寸的房子 就一去不复返了 今天很开心可以看到一个单位 主人房的尺寸 就是比较大一点 你会只放到床 这个尺寸的话 目测基本上你以后可以放到king size 这个应该都是king size 这个已经是king size 然后两边床头柜都还有空间 这个是它的阔度 它的长度的话 大家都看到 这边还有一个很阔的走动空间 就是说你这边 如果想再放个电视柜 放个电视 然后旁边放个梳妆桌 都完全有空间 不会影响你走路 这边都有很多空间 一直走到这里的话 就有个walk-in closet 现在看到这个实示范单位 它放了很多衣服 其实它这些组织都已经做好了 全部都是这些柜 柜顶可以再放东西 有柜桶 walk-in closet 和洗手间是分开的 洗手间的话是5 piece 也是很阔的空间 它是有地暖系统的 进来就看到这个 new heat 可以控制它的温度 5 piece 在洗手间中间 也是很阔的 不会很厉害 铺上了所有垫水 所有垫水都在墙壁 两个sink 然后有个medicine cabinet 各自的sink 上面都有 也有LED lighting 就是这样 其实这间屋 真的不用怕没有转空间 我刚才走过一转 很多地方放东西 然后后面这一幅墙 就是full size的浴缸和shower 我们很多时候看到 5 piece的洗手间 尤其是condo size 虽然做到5 piece 但因为它的长度有限 浴缸够长 shower就会很窄 是正方形的空间 这个你会看到 明显够长 shower也很大 变成你两个人在里面洗澡 或者胖子都可以 看完座椅在后面 我们看了第一间房 这个是主人房 这个单位有两个套房 刚才我们看了一个是主人房 现在主人房是最近living room area 其实这条走廊的分隔 右手边前面全部有何景 是另外的三间房 这一边没有窗 里面是laugry room 和dance 稍后再和大家看看 我们看看第二间房 因为这个是四房单位 也预计了给大家低级 可能会有客人来玩的时候 所以特意发展商做了powder room 就好像半次 有客人来的话 不需要用到主人家 或者住在这里为人的厕所 这个是powder room 接着是特色墙壁 看到窗 这应该是三间房里最小的那间 但刚刚说了所有房都是何景 所以这间房看出去也有何景 当然会看到少少对面座 但也有个very good distance 中间也继续有water features 有个厅和植物 这边的衣柜 没有主人房的那么fancy 有这么多柜桶 但其实也做好了挂架 后面也有铺了木纹 另外再继续向前走 这边刚刚看了两间房 最后还有两间房分别在这里 这间房就会走出来两部洗手间 有时Carrie和一些比较年长的人 看房间的房间 尤其是downsize 或者去move in的时候 都会很慌張 年纪大 走出来洗手间 不要有太远的distance 会怕晚上撞到 这一步走两步就会比较适合 这是我最近sport到的 这个都是full bath 刚刚那个有shower 这个是浴缸 浴缸之余 上面这个花灑头 都可以调校高低 而且可以整个拔出来 大家冲洗一下好 洗浴缸会比较方便 一样有new heat 也是有地暖的 刚刚主人房有这个也有 然后这间房也属于小房 但也不小 都是very very standard size 比起现在的大部分项目 也算大 又是queen size 床头柜 这边还有空间 看到自己露台水景 然后就是两门衣柜 然后三间房 现在看最后一间 第四间房 这间也是套房 所以门口进来左边 已经有自己的套房厕所 刚刚我们看洗手间 基本上是一样 都是浴缸 然后来到这边 就一样 这个门不是开门 是推门以柜 然后这个套房的特色 就跟主人房一样 可以走出去露台 刚刚说到这个单位 有两个露台 所以我们现在走出来 这个就是 Second Master的露台 当然你走过我们旁边 都会看到这间房 像关上窗帘 有些隐私 一样看出来又是河景 这个单位因为进来做建筑 所以会多看了一点对面楼 但因为我们的楼层不算很高 所以你都会看到很多 下面的公园 其实看上去真的很舒服 那些园艺做得挺好 有草地 有不同的植物 然后有很多水 其实很多这些单位都很正 走出来就是望着水 那是楼梯 对 这些防火不知道 不知道是设计还是怎样 应该是在下面的 设计 好了 我们回到 四间房都看完了 刚刚Carrie说这个单位 其实大家不用担心 你的储物空间是不足的 除了每间房 它本身也有双门衣柜的储物空间之外 例如走到这两间房 这里还有更多空间可以放东西 除此之外 我们来到门口了 门口进来是有个圆关的 不是打开门就立即冲去客板厅那些 门口进来已经有个四四方方的圆关位 而就是看起来 顺便可以跟大家分享 刚刚没有提到 先说 它的地板是Henginir Hotwood 踏下去很teri managers 下手 Для appreciate 不一定有种感觉 地板之外 很重 还有两个技术 跟我们之前看过很多Bernerby、Richmond、Vancouver的condo不同 它已经带了密码锁给大家 不用特意问Strada申请 不允许安装 很方便 而且它甚至是condo 也有自己InSuite的安装系统 你可以自己联网 这是很少condo会有的东西 门口一进来 这四方位已经有两个大的双门衣柜 其实这屋墙 如果大家喜欢的可以做它做设计 很漂亮 这边可以放一张椅子 门口一进来两部有个laundry room 这边一样是可以储物 这边有个side by side mirror的洗衣机干衣机 然后这一个都是cost 台面 上面有储物空间可以挂衣 有些不适合干衣的衣服可以放在这里 后面还有一个space 这个不是衣柜 这个是机房 单位是有冷暖气的 所以大家会看到有两部机器 单位的面积比较大 所以需要多一点空间去放这些东西 这间房间因为有机会有湿的东西进出 所以地板也帮你做了tiles 不是普通的木地板 然后走进来还没说完 这里很大 最后一间房 这个就是钉 所以为什么说 你这个真是由房间搬进来 真的不用扔那么多东西 老人家不用说决定哪样东西 扔哪样东西不扔 继续这里面有衣柜 这里又是储物空间 也可以做书房 也有通风 就算你关门的话 你也不用怕我在里面被烤了 刚刚和大家分享了价钱 差不多是380万左右 也应该是发展商手上最大的单位 还有最大的 原来这个不是最大的单位 还有再大一点 我们有机会再和大家分享 那我们去看看其他单位 好 大家好 走上去 为什么要走上去 好 好 先试镜 好 试镜 1 2 3 这个位再试镜 好 Hello 我的头 好 好 好 我们刘算了